持续来看到是虎豹潭 其中北市溪落水了六个民众的意外 其中一个景点 其实称它是景点 它不是景点 这个叫做梳子坝 长得像梳子 用来去拦截水流当中的一些沙石 但是在过往当中 很多人就从上面走过去拍照留念 当作是一个过河步道 所以这样子一个拍照打卡 造成了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景点 它不是 而且当山上下雨 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危险 溪水暴涨 很快你就会在上面被淹没 那么同时也提醒 如果有任何进到山区里面 只要看见像所谓的骑头水 这个就是暴涨的前兆 民众一定要赶快的离开现场 阳光配上绿叶 虎豹潭收子坝 如果遇上好天气 到处都是好风景 也让这里瞬间成为打卡热点 但要是大雨下不停 原本都没景色 说翻脸就翻脸 吸水暴涨水流越来越湍急 防沙坝瞬间被淹没 为力不容小觑 若西教练出面提醒 如果出现骑头水 吸水也变得浑浊 都是暴涨前兆 吸水会变浑浊 就是因为上游它可能在下好大雨 那它会绑极旁边的泥沙 带到吸水里面 所以吸水会变浑浊 这是最开始的一个征兆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征兆的时候 你就要尽快地离开 另外连日大雨下不停 导致土壤含水量高 也是引起山洪爆发的主要原因 虎报其他的上游的水迈 非常的康大 那上面是不是有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只要上游下好大雨 那那个水再涨就会非常的快 新北虎报潭吸水暴涨 导致四名小朋友和两名大人 都被吸水冲走 消防人员尽全力搜救 也提醒民众出游一定要小心 再小心 好 这新闻 虎人徐一环新闻报导 without Mooji 去喔 去啊 来吧